美国效仿中国军人蝶豆腐块,结果令人意爱,中国解放军蝶被刺成豆腐块,是众人皆知的,也被很多人拿来调侃,觉得蝶的被子花了太多时间,太追求花手,其实恰恰相反,熟练的冰蝶豆腐块被刺,只需要几分钟,更重要的是对一智力和纪律性的锻炼与约束, 并且经常有人拿美国人的内务松散与中国对比,认为美国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整理内务上,那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美国效仿中国蝶豆腐块,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内务很松散,没有太多要求,但是美国士兵的战斗力却不弱,以此来证明中国解放军把时间花在整理内务上是错误的, 浪费时间的行为,但是其实美国等欧美国家,对于军队内务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并且这还是从中国军人这里学去的,只是发生在上世纪尼克松访华时, 当时美国总统参观完中国的长城,故宫等标示性建筑后,想要参观中国的军营,这个要求很奇怪,外交部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要求, 在一般准备后,最终某国还是同意了这个要求,这其实是因为中国解放军在抗美援朝等战争中,表现十分出色,具有十分强的纪律性和极强的意志。 他想要知道是什么培训出解放军这些优秀品质。 尼克松如月参观了北京的一个军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他认为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军队。 回到美国后,尼克松下达指令,一定要整治美国军队的内务纪律,要把军人盖的毯子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 后来掀起了内务改革,到如今虽然具体的要求已经改变,但革命成果一直延续至今,在改革后明显感到美国军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有秩序和纪律性。 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原来整理内务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蝶豆腐块如此重要? 蝶被子即使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蝶被子过程中,军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整齐化一的作风,都在被不断地培养。 蝶被子是很多新兵上的第一课,就是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力,增强他们的责任心。 似乎看来这些内务以上的事情与打仗作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正是在这些整理内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军人的纪律性和服从性,去除浮躁的心情,摩根钢铁般的意志,这些对于今后的作家和训练都有巨大的作用。 卧军流量传统还应继续保持蝶被子的具体要求是从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 之所以这样要求,甚至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是因为这个的蝶被子方式很有利于紧急情况。 便于扎捆和背在身上,对于新军作战都很有利,如今更是锻炼了军人的服从性,这个的优良传统还应该继续保持。 现如今有很多部队和军校都会举办迪威斯的比赛。 这其实是为了提高军人的内务意识,有利于保持优良传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